这个节目我们已经做了五集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最后一集 我们最后一集同样也是为各位带来太平美食的介绍 我们这一系列就是太平奥市北马的美食 我们前面两集我们有讲到这一个 第一个美食就是太平的胡咬师 第二个就是太平的鱼丸草果条 那是我们到了第三个 我不晓得阿球哥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 阿球哥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 大家好 是阿球哥 这样这个第三个你可以为我们揭开谜底吗 太平哪一道食物呢 你觉得你心目中它是奥市北马的 好的 它就是花菇 华语叫做花菇 花菇 这家傲你有听过什么是花菇吗 我听过以前我玩神奇宝贝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选它作为我的专属精灵 我就想到妙娃的种子 确实家傲你讲的没有错 就在我们的太平护妖师这本书里面呢 大家看到这个我荧幕上面这一个东西就是花龟 花朵的花 乌龟的龟 阿球哥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花龟 到底花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太平历史以来的话都有做这种迷孤 面龟的这种传统 我们北马都有很盛行这种面龟 花龟呢 本来是没有的 那大概1983年一个叫杨吉良的人呢 他就创出来这种花龟 本来他这个人呢他是在那个我们叫臭图厂 拜托工厂工作 或者他觉得健康不是很好 他就辞职出来想做这个小贩 他就研究这种迷孤式的东西 他就慢慢研究研究 其实他跟米不是很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颜料来的 只是形状不一样 他就做成连形 然后用涂上红色 用刀片割成六半 六半呢 一蒸出的时候 他就很像一朵莲花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名为花龟 也叫莲花龟 是这样看他的样子 他是不是拿来拜拜的呢 还是就平时的可以吃 主要他我们这种肥马都是盛行这种膜拜生命嘛 通常就拿这个花龟来祭拜生命或者祖先什么等等都可以 当然他也是一道很好吃的一种点心 你如果把它稍微 如果它是软了就OK了 如果它硬了 你把它稍微蒸一下 然后泡一杯 或者是那个荷卡塞 或者是麦肉 你就 掰开了之后 沾那个饮料来吃 会特别好吃 是 那我发现到这一道菜 其实应该是一种 柜来的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乌龟的柜 去套上那边呢 是因为乌龟有吉祥的意思吗 因为本来嘛我们太平时有盛行那种米菇 米菇就是我们做成什么叫枕头的形状 并且做成椭圆形 本来它是那种 有脚有头有尾那种乌龟 就变种来的 变成没有头没有脚 只是一个形状 很像馒头的 那种形状 那当然当这个花龟 发明出来的时候 他觉得 要给它命个名嘛 那取个名就觉得 它也属于那种米菇类的东西 面菇类的东西 那它样式很像莲花 就本来叫做花龟 所以这个名词 名词就一直被创出来了 叫花菇 这个花菇 是确实是很有特色 一个太平的一种 我们知道它很漂亮 但是刚才球哥也跟我们讲 其实花菇也很好吃 那我们就好奇了 那为什么花菇会好吃呢 它有没有什么秘诀呢 花菇它跟米菇是一样 问题是你用那个 面粉的东西材料呢 就有分别的 你懂得用的话 高筋或者中筋低筋 你懂得分辨的话 你做出来的花菇 它的质感就不一样 我个人呢 是比较传统那种 我觉得这种粗糙的那种米菇 比较好吃 当然有人喜欢比较密实 整密那种面菇 当然花菇它真的好吃呢 你咬下去它就一种 一种松软的感觉 然后你除了可以沾 那个口皮好吃之外 你也可以买那种奶油 蒸熟一下 蒸热吐一下奶油 奶油就融化在里面 你吃起来就半咸半香 因为馒头这个花菇是甜的 这个奶油是咸的 它就半咸甜 当然你可以 如果你想喜欢吃甜的 可以吐嘎一下 都可以没问题的 然后这个花菇 它是有一个传奇故事的 不知道大家想听吗 我跟你讲 我已经受不了 我不想录了 我现在很饿 但是我跟你讲 再怎么饿 我觉得这个故事 应该是很吸引的 那球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有什么八卦 传说呢 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 一位抗日青年 抗日分子 他就积极抗日嘛 不幸他给日冰 捉去宪兵部拷打他 甚至给关在太平建立里面 他是太平人的 然后每天灌水 压肚子 逆带他 要他讲述 抗日军的山中的秘密 他们想获取这个秘密 攻打这个抗日军 不过这个青年呢 也很忠心于党 他使得不透露这个秘密 结果给这个恶毒那种 暴打 逆带 他是客家人 他母亲很相信 他们研制他们客家家乡 那个和仙姑 所以他母亲呢 经常去和仙姑庙 膜拜这个和仙姑 就和仙姑呢 保育他孩子 平安无事 所以呢 很奇怪的 1945年 拜日本投降的时候 那抗日军 把这些 建议里面的囚犯 放出来的时候 这个年轻人呢 他没死 他还活着 不过 武兽如财 全身虚弱无力 母亲问他 你被关这么久 你被逆打这么严重 为什么你没死去呢 他说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过呢 我每个晚上 都会在迷迷糊中 梦到一个仙女 拿着一朵 这个莲花 走到我面前 然后每天呢 发生那个莲 要给我吃 我自己每天的梦 做到这个梦 他母亲讲 哎呀 和仙姑先赢了 我经常向和仙姑祈求 保佑你 平安五四 真的是和仙姑先赢 所以你没死 所以她母亲很高兴 就每逢这个 每年这个和仙姑站 八月初八嘛 就买这个莲花 去拜和仙姑 感谢这个神人 因为她拿了莲花 救活她的孩子 不过在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她那天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她买不到莲花荷花 哎呀糟糕 我怎么玩啊 我就有这个习惯拜莲花 买了莲花 拜这个荷花 我怎么办 啊没关系没关系 买不到我们就用面粉做一颗 她就买了面粉回去搓搓搓搓 做成圆形状 涂上红色 然后用刀去搁成这个滑瓣的形状 拿去整 诶 果然很像那个莲花 就兴高采烈 拿下这个花龟去打谢这个和仙姑生命 当然这是个传说 真正的花龟是阳极良发明的 不过呢 这个传说的背后呢 她告诉我们呢 我们华人曾经为这个国仙 抛头炉撒热心 我们为这个国仙 在牺牲 哦 我原本 我原本是二到已经驼背 听完的这个球哥最后的这一段分享 我忽然间 坐直了身 对 是 所以真的是太平美食 博大精深啊 就是 又有这个命名的艺术 又有那种祖传的那种 创意草果条的料理 然后我们又有这个和仙姑 跟监狱还有抗日的故事 我这个随便一集都可以 这个变成是一个论文 像我手头上这一本太平古咬诗就更厉害了 还有这个 这个 要三百页哦 那里面都是有刚刚我们讲过的这种食物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对于太平美食呢 还想要了解的话呢 欢迎来这个 购买这本太平古咬诗 全马都有的这个翻搜 是 如果大家对太平的其他民间故事有兴趣的话呢 也不要错过我们这个 专吃华人的鳄鱼哦 也是我们的李永秋老师最新立作 那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球哥哦 你看书名都那么大个了 他其实还有很多太平的民间故事哦 我们还可以哦慢慢听他来跟我们诉说这一些 又有趣又离奇又可怕又好笑的故事 没有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哦 其实我们正六集一路走来哦 其实我们走了差不多几个礼拜 我们都很感谢每一天晚上都有 阿球哥陪伴我们哦 每天晚上讲故事给我们听哦 然后又让我们呢 不吃宵夜也可以流口水 越听越饿 是马蚁学人们非常的感谢李永秋 球哥能够花了那么多个晚上哦 和我们一起谈太平的食物 从食物谈到故事 谈到传说 再谈到历史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永秋大哥 能够再上我们的节目继续跟我们谈千说地 吃河吃虾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 这陈幻灯 其实我也有看不张熟 要点赞